你自己作戰要有非常大的經驗 好 王伯榮這個時候上來代打了 因為輪到是第九棒的捕手 余左劍真武 王伯榮在這個系列戰連續兩天上來代打 昨天面對高橋裡是打成了左愛宜的飛球被接殺 現在面對東兵巨 蠻可惜的 剛才如果有跑者在上來的話 這個王伯榮就有更好的一個機會 這個代打的意義又不太一樣 慢速的曲球走內角進來 只有速度只有112公里 這個球其實橫向的位移還蠻大的 對 142公里的速球 王伯榮出棒 其實日本的投手對王伯榮 其實在投球的這個策略上 事實上很多的這種只差球跟這種滑球 所以你有機會打到直球的時候要儘快去 像他在台灣那麼有自信的去揮擊 真的 真的不要考慮太多了 你在台灣的一個方式人家才找你去日本 不需要去改正 球速現在領先 但是東兵巨這時候投了一個外角的訴求 投給你看的 我覺得接下來兩號兩壞這個時候應該會配一個變化球加費 對 所以我常常在講這個給你看的這個球有沒有必要 下一球打擊出去在右半邊的方向 王伯榮 出去了 一棒打破了東兵巨這場比賽尋求玩瘋的美夢 所以我剛才講如果有打者在臉包上 你看王伯榮這支拳雷打的價值有多大 不過真的可惜啦 請恭喜太郎剛才那個雙殺打 真的可惜喔 你看鏡頭馬上拍到他 這個鏡頭也應該都是球迷 這是王伯榮這個賽季的第二支拳雷打 哇兩支拳雷打都是在代打打出來的 對 恭喜王伯榮 這個紫插球 看起來像是一個沒有掉下去的紫插球 對 其實這個角度掉的也不錯 球來就打啦 不要太多啦 王伯榮球數這次是落後的情況之下 對 那東兵巨跟賈匪的確也是配了紫插球來對付王伯榮 對 但是這個濕頭球被王伯榮掌握到了 沒有錯 這個這個 事實上感覺上也並沒有那麼濕頭 這個球王伯榮打得太好了 看起來的太好了 しっかり捉えた打球を中間 ライトが追いかけていきますが テラスに飛び込んでいきました 東浜在打の王伯榮に ホームランを打たれました 王伯榮後シーズン第2号のホームラン 自身3試合ぶりの一発です 第2号のホームラン これで1点差 ダブルプレイの後ですからね あのー はい 難しいですね 本当ですね まあ自信を持っていた この2シームですか 左バッターにはね ええ しっかり1が捉えていきました 工藤監督が出てきまして ピッチャーの交代を告げます は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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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